新南向政策的核心就是发挥台湾的软实力 经过我们跟伙伴国在农业方面的合作 在医疗 公共卫生 在教育 在文化 在科技方面的合作 让我们跟东南亚国家 还有包括印度 能够建立更密切的关联 那么这些工作的最重要的核心还是在人 所以以人为本是我们整个新南向最重要的一项工作 我们外交部希望能够透过和师部门以及公民社会的协力 让台湾的故事可以让宁静的区域听见 让台湾的温暖可以让国际友人感受到 更重要的是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政策 他的理念是希望能够透过双向互利的合作来结交好朋友 一起协力面对亚洲的新挑战以及印太的新趋势 透过传达台湾的暖实力 也就是Warm Power 据此来发展对区域有利 对人民有益的新伙伴关系 东南亚跟南亚的朋友来 他们会发现我们台湾人超级nice 而且到处看到的事情都是可以学的 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上面 他们也会发现过去他们对台湾了解的实在太少 有一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些元素加起来 就是对于这个南向伙伴的这个人跟人的关系 的吸引力是非常强的 台湾的新南向正在提出来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在进行内外的重新定位 也因此他需要知识上的重新的这个基础 以及他的研究 那智库其实在这个地方就是进行知识上的提供 以及提供跟新南向对象国 他们之间的一个对话的平台 很重要的角色 那新南向的政策在两年前实施之后 台商更了解到这个台湾 必须要跟这些国家建立一个 互惠对等的一个伙伴关系 所以在当地深入社会 建立各种各样的互动的话 其实比以前更加的积极 而且在政府政策的配套之下 现在譬如说我们要把这个优秀的年轻人 送回台湾去这个受训 或者是在当地要重施各种各样的改变形象的活动的话 其实也比过去资源更多 我觉得台湾曾经接受过帮助 那现在心有余力 我们就应该去帮助别人 那NGO一直都是秉持着 秉持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在帮助我们周边的新南向国家 那政府推动新南向政策之后 政府跟民间可以有很多的加成的效果 就让我们更有资源 更有能量可以去帮助更多人 在交流的这个部分 当然在经贸 政治 社会是长久以来 我们在南向政策里面应该也已经琢磨蛮多的 那文化是第一次 我觉得往下扎根也是非常重要 那这个东西我们就会透过 跟台湾的其他的一些艺术团体或艺术主持 共同一起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要共同协作 才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国际会可以来扮演那个整合或领头养的一个角色 台湾基金会有五个核心的行动计划 其中有一个是亚洲青年领袖交流倡议 那这个计划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 透过跨部门的连结结合国内外的学术社群 大学智库跟研究机构 我们一起来启动培力亚洲新生代的各种不同的方案 透过把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起 共同发想一起讨论 然后一起去实践各种不同的跨国社会实践的一些行动 然后让台湾跟亚洲的社会能够更紧密的整合 那当然透过培力新生代 我们也期许亚洲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可以有政界 有商界 有学界 有智库界 有NGO界 青年界都能够来这里 大家聚集一堂 一年建一次 然后来变成一个regional foreign 而不是是台湾's foreign 我们基金会扮演的角色呢 就是来把提供政府如何改进 下一年的新南向政策的一些意见 让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更有效 更能够真正以人为中心 然后做全方位的台湾跟东南亚及南亚国家的社会连结 オス offs 第三年 全路线一事 都是第一身 早 emissions 不要 好了 感谢观看